第284章 慕隆天都 约翰·斯尔森这个病 在现代医学史上基本上很难见到 或者可以说除了它之外 还没有发现第二个案例 也还能知道 也是因为在《鬼谷一经》上面对这种病有记载 而且古时候出现过这种病症 叫做僵尸病 也可以简称为神经性僵尸病 患了这种病症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病痛折磨一次 而且这种时间会逐渐缩短 一开始可能是一年发病一次 第二次就有可能是十个月发病一次 第三次的时间会更短 如果意志力不够强的人患了这种病 只怕在中期的时候就已经受不了这种折磨自杀了 约翰·斯尔森的僵尸病已经到了后期 他现在还活着 证明他的意志力很强 非一般人可比 当然身为金融界巨子 如果连这点忍耐力都没有 约翰·斯尔森也不配有今时今日的成就了 尊贵的叶先生感谢你的大恩 约翰·斯尔森诚恳地感谢道 叶涵笑道 约翰先生要谢我还是 等我把你这病治好之后再说吧 很高兴能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能认识叶先生 可能是自身的病症有了救治的希望 约翰·斯尔森的脸上笑容都多了起来 随后他看着老迈克说道 迈克 感谢你向我推荐叶先生 我会和摩菲家族沟通一下 以你的才能成为摩菲家族十大理事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文言 老迈克的脸上 闪过一道震惊之色 旋即便是狂喜 成为摩菲家族十大理事之一 那证明他将拥有地尼亚财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是位高权重的说话人之一 因为地尼亚财团 就是摩菲家族建立起来的 不过十大理事 一般都是由摩菲家族的自己人担任 管理着地尼亚财团的一切 尊贵的约翰先生 有了叶帮你 我想你这病很快就会好的 老迈克一脸微笑地说道 约翰·斯尔森笑道 对于东方神奇的医术 我很期待叶先生能创造奇迹 几人相互聊了一会之后 叶涵作为中间人 也把徐青和张月梦他们 给了约翰·斯尔森和老迈克他们 看得出来 约翰·斯尔森不是第一次来东方 他的华夏语说得很溜 而且那种美式幽默风格 也时常逗得几个人笑意连连 不过聊了一会之后 今天这场聚会的主角终于来了 聚会场所内 不少商界名流自动分开 让出一条道路出来 红色的地毯上 一名面容不是很英俊 但却拥有非凡魅力的青年 徐徐走来 青年约有三十多岁左右 他的身上散发着十足的领袖魅力 如同一个天生的王者一样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让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在这青年的身后 跟着几个商界大佬 这些人是南方商业联盟的董事 财力非凡 像聚会大厅里面 这些商界名流 只是会员而已 此刻走来的青年 自然就是慕容天都 南方第一少 慕容家未来的接班人 不过在他的身后 慕容九也跟着来了 只是战刀今天没有出现 叶寒看着聚会大厅里面的情况 此刻 这群南方商界名流 在看着慕容天都时 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佩服之色 可见慕容天都虽然年轻 但他在南方商界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 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下 只见慕容天都走上了讲台 炯炯有神的眼神之中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他看着来到这里的各省名流朗朗说道 各位 一直以来 南方商界犹如一盘散沙 人心不齐 私心太重 这也是为何南方商界 不如北方商界的原因所在 但是从今天起 南方商界联盟成立 散沙变完时 希望日后咱们同心协力 共闯未来 随后 四周响起了剧烈的掌声 各省名流纷纷鼓掌 讲台上 慕容天都继续 今天是南方商界联盟成立的好日子 身为会长 今后我慕容天都一定站在大家共同的利益上 为大家规划未来 身为董事 身为会员 我同样希望大家以后为联盟的利益考虑 最后 希望大家今日都能玩得开心 这话说完之后 慕容天都就走下了讲台 在一阵掌声中 各省名流开始寻找舞伴跳舞 跳起了交际舞 特别是那群来到这里的附加子弟更是一个个间列欣喜一样 跑向自己一开始看中的舞伴 叶寒学弟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这时 只见张月梦站起来看着叶寒一脸微笑 让得刚准备开口的爱丽丝 暗叹一声 下手碗了 这个我不太会 叶寒有些尴尬地说道 没事 我可以教你 说着 张月梦朝着叶寒大大方方地伸出手 别人女人都这样主动了 叶寒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交际舞这玩意 其实以前没事的周远也教过叶寒 不过叶寒对这种舞蹈不感兴趣 所以只学了个半调子 两人环抱着各自的腰间 食指交叉握着 站在舞场中 跟随着人流跳了起来 不过这一跳 叶寒就出丑了 好几次都踩到了张月梦的脚背 让得张月梦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随后细心地交着他 不过有了几次出丑的经历之后 叶寒也逐渐掌握了要领 脚下的动作开始变得自然起来 慢慢地跟随着张月梦的动作 叶寒学弟 看不出来你还会医术啊 张月梦注视着叶寒的眼睛 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道 不过我感觉你就像个江湖郎中一样 不会是骗人的吧 学姐 我可不是你说的那种骗子 叶寒郁闷地说道 张月梦笑道 是吗 那你给我看看 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毛病吧 叶寒古怪一笑 他看着张月梦说道 学姐真要我看 自然你不会是看不出来吧 张月梦身上有什么毛病 其实叶寒在握着他手的时候 就从他的脉搏上感觉出来了 旋即他附在张月梦的耳边 轻轻地说了一句 随后张月梦的脸色 居然间变得通红 犹如一个熟透的苹果一样 瞪着叶寒说道 没看出来 你这家伙还是一个流氓 叶寒耸了耸肩 说道 学姐 这可是你自己要我看的 怎么能怨我耍流氓了 不过叶寒不知道的是 他和张月梦 这番显得有些亲密的举动 此刻已经完完全全落在了一个 脸色阴沉的中年男子眼中 此人是刚才跟着慕容天都一起来的 不过他并非南方商业联盟的成员 而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商人 张叔 看您这脸色 莫非是小只招待不招 慕容天都瞧见中年男子那阴沉的脸色后 他笑着问道